自小热爱料理的谢敏如 高中毕业后选择进入素食餐厅 一元成为厨师的梦 从学徒一路走来花费十年光阴 琢磨如何做好一道料理 从食材选用 烹调手法到摆盘呈现 扎实的基本功 更为他往后的料理研发之路 殿下根基 家里因为宗教的关系而吃素 直到踏入了素食餐饮业 一转眼就是十年的时间 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 我在想说市面上的素食食品 即食的部分能提供的并不多 于是我有一个念头想说 以自己的十年的厨艺学以致用 然后研发一些即食的素食产品 造福一些素食的社群 谢敏如的启蒙老师出版了当时 未为少见的素食食谱 给了他不同的启发 该以层次丰富的调味与新鲜蔬果入菜 强调健康也兼具美味 更将这份理念延续到产品的开发上 来我店里面上班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 蛮有责任心的 所以他很努力吧 那我就觉得说他既然这么努力的话 那我应该要把我的功夫尽量传授给他 这几年来 我确实看到他的一路上的成长 在他学习当中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勤奋 然后当他自己后来去创业去做这个面 我也看出他很卖力嘛 所以我看出他在这方面是蛮坚实的 本着自己的良心去做出美好的口味 研发过程中 跳脱中式的烹调方式 口味上加入被煎胡麻 椰浆咖喱等一国风味汤头 水饺中则包入植物肉 也创新以韩式杂菜作为馅料 增添口感层次 却不失蔬食的清爽口味 在我还是学徒的时候 我的岳父给我很大的启发 这让我在往后研发的路上 不受于食材跟地区限制 我们不会去跟风 譬如说市面上很多会一家粗麻辣鸭血 然后其他家就跟风一起出麻辣鸭血 反而我们选用一些比较自然的食材 例如我们用那个韩式杂菜 然后我们选用那个韩式冬粉 它的质地会比较韧性一点 不会说一煮就软软的 从家中常备的简易料理作为发想 谢敏如将平凡而简单的幸福 体现于每一口美味中 水饺馅料采用植物肉作为底料 提供更多蛋白质 如同煮给自家人的料理 希望借此将素食料理的美好 传递给更多人 原本以为餐饮业跟食品业它是大同小异的 结果发现其实是隔行如隔山 就是不惯的改良突破 这当中其实好几次想放弃 但是在家人的鼓励之下 我还是坚持得下来 我的愿望是就是希望我的产品 能够拓展到全世界 让一些不是吃素食的人也会觉得我的产品也是很好吃的 为了让如素成为更简单轻松的选择 创办人以自身经验探索新的料理可能 多元化口味也获得食品界米其林二星的肯定 以多元食材结合各式蔬果 使素食不只是一种是与否的取舍 而是开启新生活的一项理念